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 Taiwan频道,现在。 赵丽颖又迎来一部带播剧,80后男主是老搭档,网友,做等追剧。 成功的人,永远是那种敢于冒险的人,他们永远知道该如何演,才是正确的选择。 在剧本中,一旦发现了问题,能够及时调整演技,避免过多的错误。 身为大家眼中的当红花照丽颖,拥有众多标签,关于他又迎来一部带播剧与凤行,被认为大制作,合作的80后男主角是老搭档,被许多网友认为,又要做等追剧。 有望创造出一股收视狂潮,为大家带来更多期待。 一位有点底气的演员,需要懂得挑选一个适合的角色,才能够让自己处于最佳状态,演技得到更好的发挥。 而一个合格的演员,必须具备一种毅力,不论身处什么环境,都应该保持冷静。 不忘初心,这样才能走向更高的层次。 赵丽颖拥有的实力,被认为是顶流,参与的一些作品。 总能够吊足大家的胃口,给观众持续带来一连串的惊喜,让观众感受到剧情的波澜起伏。 这个世界上,没有什么捷径能够让你一步登天。 就算你是一个有名的演技派,依旧要按照既定的轨迹慢慢爬升。 在这条道路上,不管是什么人,你都要做好摔跤的准备。 在演艺圈打拼是残酷的。 谁也无法料到自己能不能够走到最后,攀上顶峰。 赵丽颖再次迎来一部带播剧与凤行。 演员阵容相当豪华,被判定为这是一部有盼头的剧本,值得熬夜追。 在演戏这条路上,只能不停地去奋斗, 因为一旦选择退缩,或许一辈子就只能止步于止。 一位刚刚跨入戏圈的新人,往往是从零基础起步, 然后一路披荆斩棘。 这一条路,不仅困难,还十分漫长。 但是,一旦成功了,就能够值得别人尊敬, 可以成为导演眼中的香波波。 赵丽颖的演艺经验被认为相当传奇, 从一个小角色逐渐成为大家眼中的实力派, 这一路相当坎坷,也是非常励志。 有时候,一位新人跨入演艺圈, 孤立无助,没有资源,没有经验, 甚至没有任何人脉。 但是却能靠着坚韧的意志力一路走下来, 并且越走越高,那么就足以被称之为励志典范。 当然,在演艺圈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, 只有在最艰苦的时刻,才看出一个人真正的实力。 与凤杭剧组还爆料了更多信息, 邀请了林更新担任男主戏份, 与女主角还是老搭档。 总之,在娱乐圈中, 你要想成功, 不光需要演技和努力, 运气也很重要, 毕竟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时间点。 会碰到机遇或者是失败, 你也无法提前预测, 会不会在某个瞬间突然爆红。 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, 总归有希望, 盼来曙光。 林更新涉足的作品非常丰富, 各式各样的题材能够被他拿捏得十分到位。 总能够呈现出一个活灵活现的角色, 让观众陶醉在剧情中, 感受到剧情的精彩。 这个世界上, 不缺少奇迹, 缺的只是坚持的信念。 不要因为一些挫折, 从而影响你的斗志。 挫伤你的锐气。 一句话。 在演艺圈里, 只有不断地尝试, 不断地寻找机会, 不断地战胜敌手, 直到达成目标为止。 这条道路是孤单的, 是寂寞的, 但同时又是充满了激情的。 非常看好赵丽颖引来一部带播剧。 与80后男主角合作出演一部古装剧, 网友认为坐等追剧。 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?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 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。